黄斑布病变是上了年纪后 最常见的眼疾之一 根据统计 眼睛视力出状况的影法族 每四位就有一个人是黄斑布病变 恶化下去是有可能会失明的 如何自我检查 最简单的方式是用30秒 看一张方格表 就是这个黑点以外 其他的还好 盖住一只眼睛 盯着格子中的黑点看 您觉得格子有在扭动吗 这不是玩游戏 而是名为阿姆斯勒方格检测工具 短短30秒就可以知道 自己有没有黄斑布病变 根据卫福部统计 台湾65岁以上长者 每10人就有一人确诊黄斑布病变 分干性跟湿性 湿性就是说 你有一些心生血管的产生 这个心生血管是一个脆弱的组织 它终于产生出血 或是造成失望膜的水肿 这次不理的话就会造成失明 因为它黄斑布 如果比方出血以后 它会造成结痂 那结痂就没有办法 就是治疗效果就会不好 黄斑布病变无法治愈 只能定期施打针剂 抑制新生血管 针剂治疗昂贵且漫长 仅有部分健保脊部 医师表示关键 医师表示关键还是以预防为主 一开始是以饮食为主 我们就可以吃比较富含 叶黄素 玉米黄素的食物 像是深绿色 黄色 红色的蔬菜跟水果 黄斑布病变是老年势力杀手 医师提醒你生活中 只要有方格子就能自我评估 左右眼独立检测 结果才准确 发现有扭曲 模糊 黑影 颜色暗淡等四大症状 就要尽快就医 大爱新闻黄晓晴 登映中台北报道